好,這條就是要解決這個in equality x-x加2over5小個等於3 然後就叫你represent solution graphically 之後再叫你寫下最大的整數 符合這個不等式 我們看看那個做法 你看到這裡的分數 那個分子有x和加2 兩個term 這些情況第一時間 自己加個括弧 一定要這樣做 這樣就提醒自己的負 是跟著那個分子 那兩個terms 你看到這裡有個分母5 我們要做的就是 每一個term都乘回5 目的就是要弄走那個分母5 就是全式都乘回5 所以變成5 x-bracket x加2 小個等於15 然後這個負是跟著bracket x加2 所以就把負乘進去裡面 就變成5x-x-2 就是小個等於15 5x-x 4x 負二搬到別人 和2x-2 我去寫最大的整數 符合那筆彈式 如果要畫這個解決就是這樣 一定要有的就是 第一這條數線 No.9 接著 Variable X 這只是名字 這只是寫Variable的名字 好像XS的名字 然後記錄那個 Reference Point 0 4.25 就在0的 右邊 接著 我們就畫上去 用實心的圓形 因為這次 包括4.25 這個邊位 所以我們用實心圓形 代表4.25 也是這條不等式的解決 然後 就要小過4.25的所有數字 接著就看 還有第三部分 就是要寫下最大的整數 符合這條不等式 又要是小過4.25 又要是最大的整數 即是要剛剛小過4.25的整數 其實就是4 所以就回答 the required integer is 4 如果4就應該對這裏 小過4.25 小小 也是在這個箭咀包著的範圍 這個箭咀包著的範圍裏 明天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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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謝謝 謝謝